山腰咖啡店的捏桃家小巷咖啡店的登山客 还有铁道充印店的摄影师 由三位花莲女性联合的创作展 在文创园区揭开序幕 各自已拿手的烧桃、花束造景、影像三个元素 布置宛如是位在森林的意境连展 展期到3月30号 欢迎民众前往餐馆欣赏 花莲文创园区今年带来首场大展秘境 有在地花莲三位女性艺术家 吴翠、潘淑珍、蔡雅如首次举行联合创作展演 在园区第七栋揭开序幕 描述他们如何在生活的段落里 让艺术融入生活、生活走进艺术 是由摄影师潘淑珍 然后还有就是装置艺术的新锐的布置家蔡雅如 还有陶一家、吴翠三个女性共同的连展 那对花莲文创园区来讲 在重新开幕的过程里面 第一场大型的展览 用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 让三个女性创作者 用她们生活及艺术的方式来表达 就是她们对于宁静、对于生态 还有生活的结合 三腰咖啡店的捏桃家吴翠 是位催眠师、咖啡师 曾经的作品会有对生命的理解 断手断脚的陶偶们 吴翠表示生命没有完美 缺陷反倒引领出另一种观看的角度 我也是在这个展览里面 如果可以慢慢去感受的话 我觉得可以 除了里面的火箭之外 你可还可以感受到 就是我们心里面其他的东西 登山客也是咖啡师的蔡雅如 以野地采集 不时即逝的落叶枯枝 以花艺编排布置 玩如把一座山头搬进展场 自己平常是有在接触大灯 跟踏山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有想要把在山里面 看到的一些感动物的事情 画面 你自己可以能力所及的东西 范围去写给大家 而解攀淑珍 则是用底片相机凝聚时光 她常说自己人机合一 因此记录下许多生活中的宁静时刻 刚开始学这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很想进入客人的画面里面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美感 那为什么多一点什么或少一点什么 后来自己开始拍摄之后才发现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不容易去打成地方 那我们如何去舍掉不容易的 然后做成我们可以做的 三位女士的作品巧妙结合成秘境 期盼要让民众感受到 自然中宁静的力量 该展集已起至3月30日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这片桃花园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